加拿大门 你不可不知道的 马来西亚奥特莱斯推荐 第一 Johor Premium Outlet 也俗称DAPO 拥有130个设计师的品牌 并且每天最多可以省65%的费用 这个地方值得大家一逛 该店面向本地和国际游客 地理优势 位于云顶名胜世界 和新加坡圣陶沙的名胜世界之间 你可以找到 Bruberi Rockport Gucci等品牌 店内也会有餐厅 因此你可以在这里 购物休闲之余 还可以休息一会 第二 也是我们常常去的 Genting Highland Premium Outlet 借鉴JPO的成功经验 Premium Outlet的品牌 虽然显得过长到云顶高原 这家商店拥有高达150个品牌 以JPO有的记录更加高 你可以找到很多品牌 包括了 Kervin Klein Gas Uma 和Michelle Cor 在内的品牌 第三 Mitsu Outlet Park KLA 想在吉隆坡的国际机场 KLA消磨时间吗 那么就对了 你就可以直接前往 Mitsu Outlet Park KLA 那里提供高端的品牌 的淡季产品 折扣呢 从30%到70%不等 他们还设有 日本的专卖店 您可以在这里 打发时间 并且认识 关于日本的文化 和各种产品 感到疲惫吗 那你们就休息一下吧 到商店里的 咖啡馆里 用餐 或者是 喝个饮料吧 第四 Freeport Air Farmosa 当您访问马来西亚 Air Farmosa的Freeport时 这时你可以享受 高达80%折扣 他们有70多个分店 覆盖时尚 运动 配饰类叠 这是一个不同的购物中心 因为它是露天的 还设有一个湖泊 甚至有一个旋转木马 该建筑让人想到了 马路甲的荷兰遗产 那里的品牌包括 Nike KLAQ 书马 等等 第五就是Design Village Pinning 你们有听过吧 槟城的第一个 也是唯一的奥特莱斯购物中心 位于朱家湾 巴竹卡湾 距离南北高速公路 约5分钟的路程 据说 它是一个马来西亚最大的 奥特莱斯购物中心 占地4万平方英尺 您可以找到 本地的和国际品牌 以及高档的高阶品牌 共有150间的商店 都设在热带的花园 氛围当中 好啦 大马来西亚 你通常在哪一些 奥特莱斯分店消费的呢 在评论期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期见吧